为了防堵新冠肺炎 国立台东大学校内的餐饮部 在餐桌上树立了压克力板 将座位隔成单人间 就是要防止用餐人员的飞沫互相传染 有的学生表示 对于校方的做法感到理解 也有学生指出 因为无法和同学们互动 也降低了内容的意愿 改为外带居多 学生食堂内放眼望去 桌上处立起一张张压克力板 原先的四人座 在简易的区隔下 化身成了单人座 这是国立台东大学 在疫情爆发后 寄出的用餐策略 为的就是要避免 同桌用餐者的飞沫互相传递 降低任何新冠肺炎存在的风险 就是因为现在有 所谓亲密临家之后 我们都担心这种 就是要考虑到社交距离这件事 那我们在校园里面 也有做这样的规划 所以我们像我们学生餐厅 那我们都会有制作 140面的这个隔板 在这个餐厅上面 让同学们在用餐的时候 会比较安心这样子 尽管用餐桌面因此变效 面对校方采取的卫生措施 学生表示 在疫情期间能够离戒 也有学生指出 因为无法感受 与同学共同用餐的氛围 因此降低内用频率 该以外带居多 我觉得隔离的蛮好的 可是会有点 不能跟对方可能沟通之类的 就是变成有点隔阂的感觉 就是比较安心吧 目前疫情这么严重 这个反正是好的 我觉得 我认为这个是 有用啦 但是可能就是 有些同学会把它拆掉 吃饭的时候会把它拆掉 吃完他们再装回去 所以其实 这个是看人啦 其实是有用的 讲话的话就 稍微歪出来一点也还好 就探出来或是往上 都还好 讲话的话 其实不太影响我们吃饭的意愿 就是内容比较多 因为可以坐下来 跟同学好好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这样 各个各反正就是 大家就各吃各的 所以就没有那吃饭的感觉 造成就是大家比较陌生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是只能这样 就是改外带 然后带回去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校方在用餐策略上 针对环境通风 消毒卫生 严格把关 日前也寄出防疫汤 考量学生在餐厅内的 飞沫传播可能 也发挥创意 将多人座位 一律区隔城单人用餐环境 就是要将防疫 做到滴水不漏 记者江碧任 台东市报道